應該是大的職位好像都沒有那麼多約束 所以就想幹嘛就幹嘛 然後想來這個牌照想錄影就錄影 首先先請你介紹一下你自己的職位 然後來公司多久了 我是Cherry然後我的職位是社群小編 我來公司七個多月了 喔七個多月了 那你平常工作內容在做什麼 我我就是管理社群平台 然後如果新品退出的話 就要想要怎麼把新品打出去 就想那個行銷流程 然後每天要看那個Google Trends 看有沒有新的一題可以跟自家產品連結 還有要會看那個GA報表 那你會不會去三樓還是廁所鬼魂啊 我不是你 啊什麼我也不會做這種事啊 你確定 那你覺得這份工作有什麼挑戰性嗎 就是要有一點資訊的敏感度 就是如果今天有發生什麼流行的話題 就是你要可以把它跟自家產品做連結 那當然也不是每個流行的話題都可以連結 但就是要挑選4好了這樣子 然後還要有一些創意 就是同一隻產品你要用不同的角度去代入它 然後鎖成文案 然後還要有數據分析的能力 就是從數字看出問題 然後再給它調整修正這樣 欸那你覺得最近最流行什麼歌 最好笑的是哪一個 最流行的是什麼歌 我想一下 啊那個啊九天玄女啊 就那個有醬肉醬肉 我剛剛打了風池 我買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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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覺得這邊工作氣氛如何 嗯公共氣氛很輕鬆 因為上班都會播音樂 所以就可以用很愉快的心情工作 然後自己的工作又都是自己安排的 所以就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去排事情 很有彈性 所以很少會有加班的狀況 然後因為我的職位 應該是大的職位好像都沒有那麼多約束 所以就想幹嘛就幹嘛 我想在這個牌照想錄影就錄影 然後肚子餓就直接去那個零食櫃拿餅乾吃 嗯我看那個餅乾有時候突然削很多掉 是不是都被你吃完 是好是啊我看你也能吃啊 喔喔喔喔對就是 那個餅乾是不是太好吃了 這個系列可能是第一次 也可能是最後一次 要開續集喔 再看看吧 好各位下次見 好掰掰 喔喔喔